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太太盲穴島 它是用什麼做的 它的基底是菜太鮮奶茶的冰沙 然後加上西蘭豆茶 再加白色的奶霜 然後還有芒果果泥在裡面 喔 救命 它的冰沙 撞到我的牙齒了 我這樣會出來了 芒果會很重 就這樣 可是是好喝的 而且它的那個奶霜 奶味不會很重 所以我覺得還是OK的 但我覺得的底下還不錯 只是它的顏色很像木瓜有奶 那我們進入下一樣吧 那下一樣就是我們的 太太鮮玉島 跟剛剛的那個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兩者的差別就是 很明顯的 芋頭 然後先炒 然後它裡面的奶霜 跟剛剛上一款不一樣的是 它是用玫瑰眼 我覺得 芋頭味好濃喔 但我覺得是好喝的 而且它的芋頭是 有一點點有顆粒在裡面的 這樣子就還不錯 不會很甜啊 你覺得很甜嗎 太好 我說你 你餵一顆 你要喝我一常伴糖的 然後問我說這個東西挺不甜 不過它先炒味道蠻濃的 就是還是可以戳得到 一整顆的芋頭在裡面 這樣不是很好嗎 至少要絕對不是打芋頭的 可是你如果是整顆的話 你就是可能喝完 你要喝完啊 下面你再看一塊芋頭在裡面 我的結論是 好喝 我結論比較在意 但是我覺得好喝就是好喝 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去吃後片好了 再來要為大家介紹它的後片 後片 讓我們買兩款 一個就是跟泰式台式合作的這個 泰菜奶酥 那一款是傳說中經年口味的 金黃豆奶酥 其實說這個上面還可以加料 好嗎 只是我們沒有拿加料 噔 好 等一下捏 讓我們小便先試吃吧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泰菜奶酥是用什麼做的 它這個醬是用泰菜鮮奶酥的 不知道欸 吃起來會不會跟在喝飲料的口感一樣 不要看它的外觀的話我覺得 畢竟眼睛吃起來其實 還不錯啊 好吃耶 不會因為它的外觀就退縮了 還滿好吃的欸 做成奶酥 所以鮮奶茶的味道其實不會很 很快就出來 你要慢慢嚼 它嚼嚼的更會咬味道 這個我還想要買 因為我會買啊 我是長全就好了 還滿好吃的 而且這個真主蛋的盒子還滿好的 它在貼紙上面還跟你講說 如果你的後面想要回卡的話 它還有那個 貼膩的微波提醒 經典的部分 噔噔金黃色的 好我要一樣它來切 不要問我為什麼那麼小塊 因為我好包喔 喔剛剛那兩杯都是有料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這兩個後面 好我反應 這是個奶酥 這是奶酥 所以如果論味道上來講的話 這兩團比 這個味道比較重 阿這個味道比較淡 可是如果你喜歡重口味 你可以吃一下這個新品 味道真的嚴重很好 所以如果要嚐嚼的話 我覺得可以直接從泰式的口味去下手 奶酥口味是基本上一般早餐店啊 或是下午茶店啊幾乎都會有的 必備口味 所以如果真的要嚐嚼 就是選泰式的家 來多個總結吧 真主蛋的這些新品呢 對於第一次嘗試泰式的人來說 就是味道上你不會覺得很重 因為我跟小編兩個也是第一次喝泰式 而且泰泰鮮奶茶去年的時候 真主蛋就有出過一波了 那這一波第二波就是在家人喝 泰式很泰式 你有特別推薦喜歡哪一波 我比較喜歡芒果這一個的欸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芒果愛好者 所以這個是必須的 愛喝芒果愛吃芒果人 必須喝看看 所以你覺得它的芒果味是比較重 嗯...是不會到重 但是它味道就是有帶到 其實有點層次感 譬如說它裡面有包含了哪些東西 你每一個東西都是可以喝得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先跟大家推薦吃的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太太奶酥真的很好吃 它的醬跟那個普斯烤得很剛好 而且醬也很好吃 然後喝的話 如果你喜歡鮮草跟芋頭的組合 你可以喝太太鮮玉島 嗯...對 那如果你喜歡芒果的組合的話 那你可以喝太奶酥果 你沒有芒果果嗎 但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的主題就是 台泰口味的風格去融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說要用台泰這個方式 你要去品嘗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吃看看這個 太太鮮玉島 那以上的總結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喔 然後可以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叮咚 叮咚 對 不過最近可能不是雙作五少片 看看我們這個新品塗發就知道了 我們時不時就會塗發一下 然後目前塗發都會以攝影之我為止 對 小宇的話他太忙了 小宇沒辦法一起來拍這個塗發新品 他只能拍固境行程的東西 真的 太難過了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還讓魯夫跟白星來陪我們一個人 來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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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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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星公主